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当下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领导人 就是我们一个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良善力量的来源 我要谢谢我们红掌门人 未来我也希望太金门在红掌门人带领之下 能够继续跟政府一起来打拼 发挥我们良善的影响力 让台湾不断的进步发展 让世界更看到台湾 蔡总统推动转型正义 曾说政府会倾听人民的声音 如果第一次听不见大声一点 如果第二次再听不见 您可以更大声一点 第三次再听不见的时候 你可以拍桌子 但政府真的听到人民的声音了吗 今天我们还要讲 以延旦25年 更被称为法税228的太极门事件 让总统您了解台湾哪些官员 为依法行事 甚至向挂牌强盗 抢夺民禅 践踏民主法治的事情 接下来我们来听正天的分享 大家好 新冠状病毒肆虐全球 造成人类的大恐慌 病毒感染不但造成身心的不方便 也造成经济的影响 只要公司或工厂有人被感染 那么员工就必须被隔离无法上班 于是有许多人暂时没有工作 也就是没有收入 家庭生活就成了问题 其实人类有许多的问题都是自己造成的 因为人类的欲望太多也太高 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师父告诉我们 要弃足五毒贪吃成慢疑 也就是弃人意成天离 人人有良心 这是战胜疫情的最好方法 台湾不只受到新冠肺炎的威胁 台湾还有比新冠更可怕的法碎病毒 什么是法碎病毒 就是税制不合理以及不公正 这是存在已久的事 大家都知道 可是大家都不敢说 怕说出来会被查账 深深影响经济的发展 以及人们的生活 其中尤其已有法碎228支撑的太极门案 更凸显台湾的税制问题 国税局乱开税单已经造成国家经济的停滞 厂商外移 工厂倒闭 年轻人失业 不敢结婚 不敢生小孩 造成人口减少 这已是严重的国安问题 可是国家不思改进 仍然放任税监单位 辅作非为 知名法学 税务 会计 金融以及人权专家学者 从各种角度 薄熄 呼吁人民 结醒 并指出政府应该迫切需要改革的方向 台湾在国际间 树引民主立国 在国际间获得广大赞扬 却因为税法不公 我们不得不走上街头 抗议政府 侵害人民的潜意 以及跟前民分享正确的税法观念 人民依法纳税 政府也因依法磕税 这是一种全民的法律教育 而本案也引起国内法律人士的不平宜重视 例如前总统府 人权执行委员会委员 中正大学财经法律学系 特聘教授 王静权指出针对太极门烟案 延落25年 遭违法强制执行 以违反国际人权两公约 目前政府高喊转型正义 却不见加害者受到陈储 反而升官发财 这不只是在受害者的伤口撒言 更是奖励加害者有恃无恐 再次犯罪 荼毒人民 迫害国家体制 本门的烟案 不早日解决 是对台湾维护民旨法制制度 以及人权立国的坚持 造成损害 希望政府能早日抵察民情 平反太极门烟案 改革法税成科 提升台湾赴税人权 构实公平的法税制度 这是台湾之福 也是全民之福 台湾的民主是前人披荆 展翅奋斗努力的成果 转型正义不该轮回口号 109年监察院成立国家人权委员会 希望能实践国际两公约 及促进台湾人权发展 11月23、24日 举办了2021年人权发展国际研讨会 但人权真的被落实了吗 我们来听听人敌怎么说 大家好 我是太极门弟子 从事餐营业 那厨师的职责 不只是将料理做到 色、香、味、俱全 更重要的是 要有良心 让客人吃得安心与健康 我的师父总是告诉弟子 要守护良心 并到全球五大洲推动爱 和平与良心时代运动 已经走过101个国家 希望世界能够和平相处 但是这么好的七公武术团体 在民国85年竟然遭受 侯宽人检察官不时的起诉 污蔑太极门 甚至用假证据 假证人构陷太极门这个修行门派 所幸经过十年三个月的司法审判 最高法院三审判决确定 太极门无罪 五千岁 太极门案件经监察院两度调查 证实承办的检察官和宽人 与侦办过程有八项重大违法 国税局课税有七大违法 被列入台湾重大人权保障指标性案件 而且在98年被羁押的师徒 也都获得国家冤逾赔偿 国税局就应该依法 本于职责撤销 所有违法课税处分 但是前国税局苗栗分局局长 陈何发竟然大剌剌的说 法院判的不算数啦 一局独大 藐视司法 临驾一府五院 持续违法强征课税 并在109年8月21日 与行政执行署联手 将太极门修行道场预定地违法拍卖 收归国有 抢夺民产 简直是挂牌的强盗 之前媒体揭露制造太极门假案的假证人 就是国税局税务员史悦生 他在临终前表示 太极门案件是有何宽人主导 案发当时找他去作证 只是做作样子 这样蓄意制造的假案 竟然延荡至今 临死人民25年 四分之一世纪的岁月 太极门三万个家庭身心遭受的冤屈 谁来还 违法官员不但没有任何遭受惩处 还作领奖金 升官发财 令人发指 去年蔡总统出席 国家人权委员会接牌典礼时表示 台湾终于设立独立的人权机构 往人权立国的理想更加靠近 我认为台湾想成为人权立国的国家 政府就应该正视这个破坏人权的指标性案件 拿出魄力 解决这个假案 督促国税局撤销违法税单 并将违法拍卖 收归国有的土地还给太极门 而监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 更因主动调查 惩处违法官员 还给太极门清白与公道 谢谢大家 做人要有良心 政府也需要良心执政啊 面对官员的滥权及赌质 却未见任何惩处 反而升官发财 这种操弄权势 官官相互正是令人不辞 希望陈局院长能尽快本宜职责 调查监督政府依法行政 并对违法官员有实际的惩处及作为 那我们来听听前监察院院长王建勋怎么说 我们台湾的人权呢 可以说是有一些进步 但是基于我们的理想 还有谣言的路 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 不公平侵犯人权的事发生 媒体一再的报道 但是也都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违反人权的事情 绝大多数是来自政府的施政所造成的 所以在这方面 政府就应该要有觉醒 而不是单单签了两个公约 或者出一些报告就能解决问题的 我今天要提出两个 如果我个人觉得 这两点如果都能实施的话 我们国家的公平正义一定会更多 违反人权的事会大大的减少 我们会成为一个人权进步的国家 首先就是有很多的行政法令规章 我们在制定这种法律 尤其在行政机关 做很多解释的含令 定的一些办法 什么细则 注意事项 还有他的解释这些 常常跟母法的意志并不完全相同 但是这一部分 这个法是我在实施 这个法是我在解释 这个法是我在执行 我说了就算 在人民就 虽然有法律的管道可以去遵行 可是常常缓不济及 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人民心中只有他的痛 但是却没有解决的办法 当一个国家和社会 人民心中有很多痛 而不能解决的时候 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安和乐利 也不可能有太多的进步 设政的单位 其他单位都是 包括小弟从前做财政部长的财政部 刚刚你们讲的很多赋税人权 我是很同意的 有一个你们 有个赋税什么 一个会 找我出了一本书 找我写一幅 写一个序 我的序的名字就是说 我是个罪人 我做财政部长的时候 一定有很多乱七八糟 这种不是人烟火的法令 这种解释令出来 让人民非常难过的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 但是我保证在我手上有 所以我说我是个罪人 我们很多政府的官员 在定法律的时候 在做解释 在做执行的时候 他们不觉得人民的痛苦 只有像我这样 搞了一些法规 让人家很痛苦 今天我又来做慈善事业 我在适应的时候 我觉得很痛苦 我在想到自己 从前这么混蛋 所以这些官员都应该下来 让他们做几件事 再回去做 他就会晓得人民的痛苦在哪里 什么公谱啊 公谱两个字 在中华民国不存在 我告诉各位 所以讲到这个 我就觉得我们第一个 要提出让政府的 做行政革新 这个民怨就会减少很多很多 你知道吗 说他们都考啊 优等贾等啊 足证我们的规定 他们都能够适应 这个就是欺骗长官 你知道吗 所以因此 政府的公务员里面 如果不能够做改革的话 这是没有办法的 他就一直跟你骗骗上去 这底下这一群人 就是这个调调 所以应该要怎么做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出来 要讲话 要讲话 所以我是呼吁 今天借这个机会 呼吁我们的政府 大家一起要来做 我今天拉拉扎扎 讲了很多 语重心长 谢谢大家 前总统马英九也曾说 凡是侵害人权 侵害者十之八九 都是政府 观看财政部解释函令 就高达九千多条 随便拿一条 就能开出税单 相信这当中 不乏自相矛盾的条文吧 接下来 我们听听如愿说 一事观 九事牛 是怎么回事呢 主持人 雨谈人 及线上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在偶然的机缘 看到电视正播出 神器家族的节目 新生向往 才入门为弟子 太极门是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除了练功 我们可以在这里谈心 互相鼓励打气 我已经进入古西之年 却感觉自己的体能 比七年前入门时还要好 师父一生 致力于世人身心灵健康的底身 阴阳平衡的智慧 教弟子们转念 修改自己 用智慧跨越人生功课的门槛 不但要自己好 也要让世人都更好 而由侯宽人检察官 易受主导的太极门 冤错假案 发生于民国八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让太极门弟子上万个家庭 弥漫在恐怖的阴影下生活 甚至在职场上饱受异样眼光 在学校里遭受同学言语的霸凌 侯宽人用尽的所有手段 想消灭太极门 幸而弟子们透过互相扶持 团结一心 自立救济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虽免于被灭门解散之徒 却也阻碍了许多有缘弟子的修行之路 信仰自由是宪法 国际两公约所保障的自由 政府无权迫害 即使最高法院三审判决无罪 无欠税 无违反税捐机征法 监察院调查确定 侯宽人犯有八项重大违法 含请法务部从研究者 拖延到最后没有任何惩处 2018年还高升为连政署副署长 如此的荒诞不惊 还能称为法治的民主国家吗 生命线张老师亲身讲述的真实故事 跨越时空千万里 旷世奇缘果报线 影片中将自己全身为官 王法裁判造成生生世世纠缠不休的由来 登载于YouTube频道 期望世人能了悟因果 循环报应不爽 能断恶修善 迷途之患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切勿明媚良心 贪取不义之财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 万般带不走 唯有夜随身 身在宫门号修行 全民立路转头空 善恶因果如影随 夜随身回已迟 希望官员良心觉醒 主动依照行政程序法 117条 撤销违法税单 将台湾税制导向正轨 为了平反太极门假案 保护我们的家园 更为了许多无处深渊的税灾付 我们勇敢站上街头 宣导法税人权 为全台湾的人权再奋斗 希望借着更多人的力量 唤起全民的共识 唤醒政府官员的良心 用良心治国 爱心伴税 有公道透明的税务环境 才能留住企业 留住人才 人民能够安居乐业 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也考验政府的政治勇气与良知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是的 身在宫门好修行 毕竟上位者一山峰 底下人民是会刮台风的 而你我的正义之声 是督促台湾政府还原真相 恢复受害者名誉 做到真正的转型正义 愿人权受保障 并与国际接轨 愿台湾民主灯塔的光 不应黑暗之首而暗淡无光 愿台湾人民真正享有安全 安定的生活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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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愿望让我们实现 保护自己也协助他人 不恨 不惯不惯不猜测 相信 保容 为彼此加油 时间会愈合一切 我去过往的伤痕痛苦 现在未来都等着 伤开心胸为自己过过 许愿 愿世界愈恒 人类大地又再次平衡 回归那春真之心 回到那清净之地 回归那春真之心 回到那清净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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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